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成两部分跟大家分享 但是这篇文章应该说非常值得每一个人 我觉得有机会能够阅读过 能够欣赏一下作为奥巴马 作为一个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他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的 他的境界 他的看法 我在电视当中注意到 没太注意他有演讲稿 但看起来应该还是有演讲稿 有可能是 可能是 可能不是 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概念 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存在的尊重 与天与地 对神明对上帝的尊重 贯穿了整个这块美利坚合众国土地上的 从上至下的各个阶层的普通的人 这是美国总统的责任 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尊与自尊与自由 在什么样的体制之下 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他的价值 他的价值与生俱来 那我们就看一看奥巴马在后面的演讲当中说了什么 紧接着他提到生活在这个美国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应该是人人平等的 他提到在美国社会当中不应该只有少数人或者越来越少数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资产 当一个出身贫困的年轻女孩知道 他与任何人都享有同样的成功的机会 身为美国人 他不仅仅是在上帝眼睛之中 而且在每一个人的眼睛中 他都享有自由与平等 这才是我们 这样我们才算是遵守了立国的原则 我们不会在中共的官员的词语当中 任何的发言当中听到这样的词汇 会听到说法 没听到是我们的幸福 因为他还坦诚 起码在这一个小小的问题上 他略知廉耻 不能这么说 但是从编译局局长那样的身份 那样的哲学的当代中共的党内的哲学者 做那样的事情的时候 在他的字眼当中 可能会听见类似平等的话 因为廉耻用在他身上 是对廉耻的侮辱 廉耻为何物呢 阎王爷整小鬼 输他一会儿是一会儿 那是今天的党内官员的普世价值 这是真实的 紧接着他就直接向美国人承诺一些东西 和包括他未来四年当中所作所为 他讲说 我们美国人依然相信 每位公民都应该享有基本的安全和尊严 我们必须做出降低我们的医保费用 和赤字规模的艰难的选择 所有这些都表明出 他将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作为总统 他将对这个社会再做出的承诺 他这样的承诺 直接针对着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具体美国人的具体的未来的生活 他没说党的光辉 党的领导 向往小康 大康 爱康什么不康 对不对 什么都没说 他举出了具体的数字和具体的事情 我们将在哪一方面 对美国人做出承诺 这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常的民选政府 作为正常的人 他必须能够对这个社会承诺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要去选择他 美国人为什么去坚持这样的选举制度 紧接着在他的演讲当中 提到了整个对气候 对污染 对保持环境的承诺 他讲说 我们美国人依然相信 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承诺 不仅仅是对自己的 也是对所有子孙后代 他就在这一段里 主要讲到了空气污染 环境污染 对整个社会的威胁 其实对国际社会 对整个所有的社会的威胁 他最后他提到说 所有的技术 所有的这种承诺 都是为了维护我们的经济活力 和国家财富的途径 这些财富 包括我们的森林 江河 农田 雪山 这是保护我们的地球的途径 这是上帝交给我们去守护的 这也是我们为先驱们所宣示的信念 增加新的含义的途径 网上刚刚出了一条消息 大概昨天出的 说三峡大坝所蕴含的危险 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如果三峡大坝出现了意外 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 但三峡大坝怎么出来呢 李鹏想干 这就是这个体制 是他们摧毁了这个社会 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根 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对比之下 我们看到的一切 他们摧毁之后 把他们的儿子孙子变成美国的儿子孙子 他们清清楚楚 人应该怎么生活 但他们却扭过脸来在这上说 我们的祖国是伟大的 我们的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党是你骂 党是你骂 对不对 可不是党是你骂 这是一个什么体制呢 对比之下是个什么体制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讲说 透过我们不用去很复杂的分析 谁给谁弄下了 谁给谁弄上 不 你只要真正从人性的角度 从恢复正常人的生活的角度 你就知道什么是一个正常的人 应该拥有的尊严 拥有的生活的环境 那他紧接着就提到了战争的概念 在奥巴马的演讲当中 他说 我们美国人依然相信 不必通过无休止的战争 能够获得永远的安全与和平 我们的军人久经战火考验 技能和勇气举世无双 我们将记住这些 但是同样我们要牢记那些 不仅能够赢得战争 还能够赢得和平 化完敌为挚友的人们 这样的经验教训 我们今天必须发扬光大 不是靠杀戮 杀戮本身 杀戮本身是真正为了赢得和平 而这样的杀戮 有它背后的理由和原因 那大家想想 大家看看我们古代人写过的 前出事表后出事表 当任何事情事出真正有原因 为一个民族所向 其实真正的说应该为天象所驱使的时候 他可以做他能做的 当违背天象的时候 他做什么都是错的 这就是人相信神和不相信神的根本区别 他紧接地讲说 我们将通过加强武装力量和法治 来保护我们的人民和价值体系 我们将通过释出与其他国家和平解决争端 来显示出我们的勇气 这不是出于我们对面临危险的无知 而是相信协商能够更长久的解除怀疑和恐惧 这里面讲的是外交政策 这样的外交政策直接阐述今天 在任何一个地区 给这个地区会造成威胁的社会体制 作为美国人来讲 他想负有责任 他想承担一份责任 这是很关键的一种说法 而在今天我们知道 他的演说词一开始就提到了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说法 其实在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也正是这样 所以在文章在这一段的后面 他讲说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 会比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更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了 它是指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军队辨入世界各地 但是作为一个最发达的国家 他在他的眼睛里认为是最需要和平的环境 我们将支持从亚洲到非洲 从拉美到中东的民主发展 因为利益和良知 促使我们去支持那些希望自由的人们 那这个说法就很特别了 利益和良知 去支持那些自由的人们 从亚洲开始 所以随便人们怎么去理解 但是这是奥巴马说的 他讲说我们时代的和平 需要不断的推动 我们共同信念所基于的原则 这个原则包括宽容 基于人类尊严与公正 是 当一个极权的社会 对他自己的国民进行毫无顾忌的屠杀时 对他自己的国民的自由 毫无顾忌的封锁时 任何其他地区的作为人的同类 他拥有那一份责任 他必须承担那一份责任 能够使得被剥夺尊严与自由的人们 重新获得尊严与自由 去击碎那些专制的力量 去击碎那些邪恶的东西 这是他人的同类的尊严 我相信 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那故事 狗 很多视频在高速表现出 狗在高速上被汽车撞死了 另外一只狗 根本不顾忌自己的安危 去想把自己的同伴唤醒 在日本的这个大海啸的灾难当中 一只狗受伤了 另外一只狗为他找食物 为他这 为他那 并没有离弃他而去 那是只狗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的普通的人 又做成什么样 因为我们的惧怕 因为我们的自我保护 因为我们的恐惧 因为我们的利益 因为我们的欲望 因为我们的家庭 你可以拿出诸多的理由 去掩盖自己的行为 不如那个畜生的行为 这就是这个制度 把人性扼杀之后 反映到现实生活当中的直接表现 然后他紧接着就提到了人的价值 他说作为美国人 今天宣布 最不言自明的真理 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这依然是指导我们的北斗星 他提到了一些历史上的人物 紧接着讲说 我们个人的自由 与地球上每个人的自由 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如今到了我们这一代人 去接过先驱们所开创的使命的时候了 我们的妻子 母亲 女儿 在得到与他们付出相辅的待遇之前 我们的使命没有完成 直接谈到了 那一切都是为了每一个具体的人 而这每一个具体的每一个美国人 他的价值观 他的一切的自由 却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都是相关联的 所以他的这篇演讲稿的整个的概念 他比较大 这个演讲稿的概念 他承担着 把他自己 把美国人的本身承担的责任 放大了整个地球上 所以可能正是这个角度 被其他的人都送扬成说 这确实是一个最优秀的政治家的一个责任 一篇演讲 这一篇演讲 他表现出来的境界是相当的有水准 而他崇尚的一切 却是美国的制度 那在他演讲的最后 他直接是这么提到的 他说 我的美国同胞们 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宣誓 就和过去在这座国会山庄上宣誓过的人一样 是对上帝和国家 而不是对一个政党或者派别的誓词 上来这话直接点出他的责任 上来这话直接点出 他从来不会否定他的前任 过去的美国总统 他与他们一样 这是美国人前后贯穿的精神 中共的领袖们 总书记们都被中共自己咔嚓了 对吧 都被中共自己咔嚓了 否则的话 哪来的反党集团呢 那我们对比之下 就知道什么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两百多年前的价值观 两百多年前的 四年一届一届的总统 延续到今天的社会当中 依然被美国人所接受 二十年三十年一代人 如果这么算的话 他们经历了这么长时间 十几代人 他们依然为他们曾经的东西所推崇的 为他们曾经的东西所骄傲 文化是民族的根 文化是这个社会的基础 这样的文化并不会随着人的更替而改变 这是美国人得以骄傲的地方 而他首先所推崇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这是对上帝和国家的承诺 而不是对一个政党和派别的宣誓词 你加入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时候 你宣誓说为他死 只有魔鬼才会这么干 在这世界上 所有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 一个名人死去的时候 盖的是国旗 而中国共产党死去的时候 盖的是党旗 他就是魔鬼 他是与整个普世的价值的 人正常的生活直接是对立的 在这个奥巴马的最后的宣誓词当中说 我们必须在任职期间 忠实履行我们的誓言 我的誓词和每一次军人接受任务 移民实现梦想时的誓词 并无太大的不同 和我们面对在空中飘扬 让我们心中充满自豪的国旗 所做的宣誓也无太大差异 这些是美国公民的声音 代表了我们最大的希望 军人是 为什么这里提到军人 美国的军队是国家的 不属于任何一个政策 所以美国军人在宣誓的时候 是为这个国家而献身的 为他的价值观而献身的 作为美国的总统 与军人没有两样 与移民拿到美国护照 愿意成为美利坚合成国 一个臣民的时候 他同样宣誓要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国家的价值观 所能够献身 所能够接受 所以从这点上说 是一样 你入党的时候 你说是为这个党献身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概念 为什么你要退党退团退队 那不是人 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环境 但我们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 我们没出路了 对吧 看一看中央编译局局长的所作所为 三百来人 给他列出女孩子单子二十三个 个个年轻的 那是个什么单位 但他是中央编译局 隶属中共中央的最高的行政机构 党的政策 人民日报写的东西 新华社写出的社论 搞不好都跟他们有关系 都在床上写的 奥巴马接着讲说 你和我们作为美国公民 有确定国家未来虔诚的权利 你们和我作为美国公民 有塑造我们时代话语的责任 不仅通过我们投下的选标 也通过为了维护我们最永久的价值 以及理想而发出的大声疾呼 让我们每一个人用庄严的责任 和无与伦比的欢乐 来拥抱我们与生俱来的永恒的权利 凭借共同的努力 凭借热情和执着 让我们响应历史的召唤 承载一个珍惜自由之光的未知未来 上帝保佑你们 上帝永远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 他的一切的责任 一个是每一个具体的生活 在这块土地上的 每一个人的自由的权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